十号把自己的至尊骨给了秦浩 那秦浩真的像他口中说的会变得更强吗 在最新的剧情中 十号为了成全弟弟成为第一至尊 便把自己的骨移植给了弟弟 本来就时日无多的十号 如今更是离死神只有一步之遥了 而十号就算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他也亲自等待弟弟成功接骨的消息 最终十号在得知弟弟接骨成功后 便离开了这里 虽然秦浩拥有了两块至尊骨 但也限制了他以后的成就 原因就是没有听十号对他所说的话 在十号给秦浩一股前就对秦浩说过 有几块骨不重要 那并不是世间第一人的路 如果有一天你有自信 觉得可以舍弃身上的至尊骨 一块也不要 那时你才算真正开始踏上了无敌之路 但秦浩的回答更是让人大跌眼镜 他自己认为 如果有一个更高的起点 为什么要放弃呢 最后十号在三叮嘱秦浩 不要过分依赖这两块骨 如果有朝一日 化去他们 以致尊血滋养全身 让所有骨皆蜕变 那也许才是另一种无敌路 可惜秦浩并没有听劝 因为他太依赖外物 最后还是活在了十号的影子之下 在十号达到准仙地时 秦浩才是一位真仙而已 他来温室里面的花朵 注定不会有什么大成就 秦浩太过依赖外力来达到目的 最终外力没有了 注定会失败 而十号则是不依赖外物 以自身为主 几次面对死亡 几次死而复生 这可是血淋淋的战斗经验 也是为以后变强所扑的路子 如果秦浩听从十号的建议 他就算不是主角 他的成就也比现在要强得多吧